在王者荣耀 有一些英雄有很强的回血能力 导致他们很难被击杀 比如前中期的蔡文姬 不仅能给自己回血 还能给队友回血 如果不早点出制裁 对方无脑团 那么几方很快就没得打了 还有程咬金 曹操 芈月等 不出制裁基本都打不死 而面对这些英雄 为什么有的玩家 就是不愿意出制裁 或者梦魇压制呢 要知道 如果不出制裁或者梦魇 这些英雄 根本没办法处理掉 其实很多人觉得 制裁这件装备的属性不算优秀 100的AD不算输出 10%的吸血 吸血量也非常少 如果没有带几个夺翠名文的话 根本回不上血 其次 出制裁抬托节奏 对于射手来说 尽快地憋出无尽和电刀 才算有输出 但是电刀 无尽出完后 没有破晓 就打不动前派 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出制裁 而梦魇同样如此 其实面对这种情况 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比如几方 如果有软斧 可以让软斧出个梦魇 这样射手和法师 就没必要出制裁 或者梦魇了 不知道大家遇到 回血强的英雄时 会不会选择出制裁 或者梦魇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或者梦魇姥姥 得怪似耻 Ook convincing